3月25号,由江苏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2023年共建美好家园两岸清联工艺植树活动在南京市江陵区举行 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的110余名台湾大学生参加了活动 生挖数学、种植树苗、培土浇水 在植树现场,同学们两人一小组分工有序,陆续种植好树苗 随后,同学们还书写心愿卡,共同许下美好的愿望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保护环境仍然有责 这次活动与同学种下一棵树,然后对保护环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们可以通过植树节这种活动去宣传这种爱护环境的这种思想 然后同时也让大家更关注植树节 活动当天,台湾大学生一行还参观了南京江宁汤山方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和南京汤山矿坑公园 可以了解一些地质的一些起源之类的,蛮有意思 像这边有的那个阳山碑柴,这感觉很有意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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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